许多权威人士认为 这些遗传变化 可能是由慢性逆转路病毒感染 免疫性 您好 请问您是任飞博士吗 对 我是任飞 怎么了 是这样的 沈总让我来通知您 他还有一些细节上的事情 想跟您当面沟通 商量一下 沈总找我 那快走吧 这边请 好 丽总 怎么样 一切都顺利吗 没问题 昨天塔牌的时候 都已经讨好了 你把一会儿要播放的幻灯片 给我看一下 好的 在这里 丽总 这次的新药发布会 对绿川特别的重要 一定不能有差错 所以你的操作绝对不能有失误 你知道吗 明白 丽总 对了 刚刚负责吴美的说 外面的话筒跟音像有点问题 这块是你负责的 我 不好意思 丽总 我现在去解决 来 来 去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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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吧 去吧 去吧 这边请 沈总说让您在这儿等他一下 那行 好 人非搞定 略川集团新药发布大会 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了 请各位来宾尽快就坐 什么都已经没有了 其实就 赵主任 我和沈总说句话 对 对 沈总 沈谜他们果然来了 不过全被我揽在外面 一个也没人去 看看人非准备怎么样了 马上开始了 明白 任博士 任博士 人呢 男朋友 在这儿就算了 他也没人去 行 我给你帮他 你却是 看你找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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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绿川集团研发部部长沈宏远先生上台 尊敬的领导 各位来宾 广大媒体朋友们 商务好 非常荣幸由我来为这个活动开场 大家也知道洛克菲尔这个项目从诞生日起就充满了艰辛和挑战 但是我们绿川人没有被困难和非议所下脑 而是把它当成了前进的动力和目标 朋友们 一千一百九十三个日日夜夜 一百三十二名科研人员日夜心血的凝结 它不仅代表了绿川人在宠物靶像药方面全新的突破 更代表了绿川人鉴定回馈社会的决心 我可顾过长了 别说我没顾啊 下面 让我们用热热的掌声 欢迎真正的英雄 提醒向沈红远先生伞触pod 先生的发言 非常的精彩 希望大家可以再一次 给予沈宏远先生热烈的掌声 叔叔 现在这个台阶不下 一会儿再想下可就下不去了 好 欢迎沈民先生致辞 谢谢